啊 龍打龍 猜錯了 還行 女兒村有移屬 對面開場就夠金青 點了物理 點女兒 但是因為對面開場有金青 應該她快吧 她大堂挺快的 我們大堂有點耐 而且開場碎玉女兒村 會有狂弓點 知道自己 知道自己沒速度 向對面女兒村倒地 下回合直接點大堂 不管大堂死不死 還是沒死 就點大堂 而且不能用青銀三碟 對面可能會笑裡來防點殺 要用冰川怒 或者 不對 就用荊棘 現在沒風靈 就用荊棘去點她 笑了下神木靈的青銀三碟 沒點 沒點 丟放下了 這把可以點 五隻善惡加一個神木靈 應該是夠點的 如果有空 至少 把風格還抵迫 這把風格還抵迫 我剛開始 挂了小死亡有伤害加成 前面几下可能就死 这样的话很不划算 他想丢放下这把也可以丢的 算了 因为你挂小死亡 也有可能挂不中 而且他四号宝宝也有可能会吃五楼 不对啊 我突然想起个问题 他神木灵刚才点杀用冰川怒 应该用惊喜舞啊 经济舞伤害比冰川怒的高的呀 他用冰川怒干什么 反正没封灵又不会浪费 操作有点问题 我现在突然想起来这个事 这个是不合理的 因为个女儿村补了个流云 那我们还需要加个凝制 骑野兽丝毫为宝加大金 应该不会吃五楼吧 OK 这样还是死了 可惜让他临走之前把瘾兽加上 下回合我们这大堂也可以起来 我们这女儿村被神木灵这样全秒 抱了一下四千楼 是不是没怎么带法房 感觉法房不是很高的呀 还是说有 只是因为神木灵战龙三 所以法双就是会比较高一点 女儿人啦 化身活血 啊 没有 这样子 丢个无魂 他是想继续点女儿村 也没有 丢了个凝制 那无魂他化身 只是为了不让他叠人心啊 火符瓷被拉下来两千次 哎 这个是正常数据 两千四百多差不多 平坎点满天 再压女儿村 继续压 这样女儿村还是死 这样正好女儿村可以拉个马 对面女儿村拉起来的话 速度应该稳定比我们这儿是慢 没有选择出宝的 而是选择封了一下神木灵 但是没封中 那就很亏了 先清掉了物理的宝宝 诶 对面冰川怒了 他要是群秒的话 大唐起不来啊 对面神木灵速度很慢 他就把冰川怒 然后让自己女儿村没起来 这个有点 打得稍微有点 当然他这也不 他也不太好判断神木灵是 大唐会怎么拉 有可能他会选择地府拉起来 让化身给活血 这样他取秒就不一定能守时了 有可能一拉一顶大 他想的是冰川怒先清宝宝 我们这边也考虑了这个问题 就是女儿村呢 怕他神木灵压师 所以女儿村就封他神木 但是没封上 没办法 点神木 又出了个宝宝 我900开刀 还好爆了一下 也还不错啊 大唐神木打大唐神木 既没有女拔木 也没有花果山 都是国标 比赛看上去 节奏会比较快一点 也很清爽 也不一定是那样 我们这儿也没加野兽 拉去迷 晚上好 这样对面罗汉并没有给女儿村吃到 拉须迷在小索王挂大唐点辣糖 这是一波 双杀 但是对面是活的大辣糖 辣糖又开了个风铃火山 这么高端 他这个判断是这样的 他知道我们这边女儿村 会拉迷迷把他取死 所以他直接喝了个酒 然后强拉 这样的话 自己可以拉起来的 回合结束喝酒 大唐开锋利火山加速 这样这个金就能放出来 他这个操作有点高端 他是算到了 会被自己会死 所以强拉喝酒 说真的 这个须迷要是不法连 他还真不一定会死 刚才那个须迷不是出法连了吗 所以才 被须死的 试试看能不能碎玉风中化身 风中那还行 这样他女儿村 血量加不上来 因为头上有花 碎玉能封两次 拼一把 点对面大唐叠满天 起个秘润 他这个秘润持续时间比较短 没有消耗风铃 再压下去 对面大唐要够精轻 我也没想到为什么没有压女儿村 他可能觉得女儿村直接就会死 因为就有一个精轻的血量 化 化身 也不 不是 应该是考虑了两个点 这有点复杂 他风化身是不一定能风上的 如果没风上的话 他就直接活了女儿村了 女儿村一定能加上血 他这把活的女儿村 对面是破诡皇宫的 震一下 也没震 有没有 巨剑点 那死不掉 就看善恶了 这波善恶没金刚啊 对面身上 这波善恶没金刚啊 对面身上又有金刚护体又有指纹 所以显了好像对面大唐耐 我估计啊 你给金刚拉上 他大唐应该还是耐不起来 很多 不管是宝宝也好 人物也好 都很吃状态 你状态好了 就OK 这波化身可以考虑拉个 什么 你懂的 之类的东西了 我说的不是地厅啊 你如果要点剩下这两三位化身是要拉金刚的 应该是没空出宝宝 你还得破甲 拉了个地厅 慢的 这个时候确实是拉慢地厅的时候 善恶首尸 吃个小色海给地厅加剥血 对面地府好像没抓过吧 对面地府抓过没有啊 我没有看对面地府是否毒用过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点那个 手抓的经脉 那还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对面拉起来选择了封印 那女儿村就可以加笛子 但是要怕对面 要防一下对面女儿村 可能会封这个地厅 最好是有人能解封 保地厅出损 这样的话就可以开无间 不管对面女儿村干什么 地府无间能开 就很舒服 不是叫涛哥一二地厅吗 刚刚那个是一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他选择丢了个法宝 不相信封印命中注 觉得法宝比较稳 皮虎宝出手了 说明确实不是抗风的 跟了一发很少 再跟了一发疯卷 点了对面神木灵尸体疯卷 都不用地厅出手 然后地厅中了个无魂 中了个断线末 不过点杀任务完成 这样的话就 别无所 哎呦 虚映没点到神木灵尸 他拉起来上 他拉起来上了个盾 那没事 这个 我就怕他带着163出来秒一波 还挺痛的 五层风灵 拉起来上了 拉起来上了 面子 他点了手抓金脉 如果不点的话 他毒一下 他应该是能回1000多血 打完看一下 我没注意他 他刚刚毒的一下 伤害是多少 如果这个伤害低的话 倒是也有可能会回的少点 这种情况下 你给神木灵一直连着出手 很变态的 神木灵 还是这句话 连我都在玩的门派 怎么可能会不强呢 讲经纪5点杀 他那个大唐是利敏 我靠 空切化身 他其他单位也确实贴不了 他那个大唐是利敏 所以说在遇到 这个像无情那个队伍的时候 一直冲 他就很没办法 他大唐速度蛮快的 没加野兽 这把要是女儿孙 加个野兽 下回合女儿孙 加个野兽 那才叫超红 就是一个孩子了 然后女儿孙 加个野兽 我严重怀疑 他们俩只会干得出 这个事了 没有 他们没干这个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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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